女孩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 每天都会自我欣赏一番 不料这天被哥哥撞见 少女独有的美丽让哥哥看直了眼 即使哥哥努力克制自己 但眼睛还是不受控制地往妹妹身上瞄 妹妹丝毫没察觉异常 每天肆无忌惮地在哥哥面前晃 兄妹俩都已经进入青春期 正是荷尔蒙爆发的阶段 但他们的母亲却像是看不见 反而把他们关在阁楼里好几年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不对劲 偏偏没人告诉他们哪里不对 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个奇葩 母亲是个千金大小姐 却偏偏爱上了自己的叔叔 家里人极力反对 两人就躲到乡下双宿双飞 还生下了四个孩子 原本一家六口幸福地生活着 谁知天有不测风雨 在女儿生日这天 丈夫发生车祸命丧当场 生活的重担一下落在了母亲身上 可她只是个被宠坏了的女人 在家受父母庇佑 长大靠丈夫养着 她根本没有养家的能力 很快家里就入不敷出 眼看着孩子们连饭都要吃不上了 无奈之下母亲坦白了自己的身世 她的娘家非常有钱 家里有超大的城堡和农庄 更有吃不完的美味大餐 只要回到那里 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孩子们满怀期待地跟着母亲走了 然而现实跟他们想得完全不同 外婆对于他们一行人十分冷淡 甚至不允许孩子们出现在家里 把他们赶去狭小的阁楼居住 没有她的允许不准出来 根本没有母亲说的好生活 他们连饭都吃不饱 还要时不时被外婆恶语相向 孩子们说想要离开这里 母亲却劝他们再忍忍 外公已经病入膏肓 自己很快就能继承到巨额遗产 到时候他们就能跟着享福了 这个做母亲的 竟然把自己孩子关在阁楼里 孩子们渐渐大了 却根本没人教他们男女之别 起初母亲还会来看看 送点东西给孩子们 可随着时间推移 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这天母亲进门 恰好撞见兄妹俩在玩闹 明明举止过分亲密 母亲却什么都没说 最小的女儿大喊要出去玩 却把外婆引了过来 一把捂住小女儿的嘴 小儿子见状过去阻止 也被一把推倒在地 母亲见状跟外婆吵了起来 外婆很是不屑地说 不满意可以滚 母亲立即变成了安蠢 屁都不敢再放一个 外婆一声令下让母亲脱下上衣 后背上竟然满是伤痕 外婆告诉他们 这就是做错事的下场 你们母亲年轻的时候 不仅惦记自己父亲 还勾引亲叔叔跟自己私奔 然后生下了你们几个 不把你们关在这里 难道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到时家族生育全都完了 孩子们这才知道母亲做下的丑事 但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他们 并不能完全理解 他们继续被软禁在阁楼里 期盼着母亲能早日继承遗产 这样他们就自由了 殊不知母亲早已有了另外的打算 这天母亲高兴地来到阁楼 告诉他们家里要举行宴会 外公将在宴会上宣布母亲的继承权 他让兄妹俩躲在柜子里 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宴会上 外公把象征继承权的项链给了母亲 兄妹来看完热闹想溜回阁楼 却在半路撞见了两个人 正是他们的母亲和一个男人 两人亲密谈论着以后的生活 而他们的生活里并没有几个孩子 女孩正在试穿新买的衣服 恰好被哥哥撞见 哥哥觉得妹妹这么穿太暴露 刚想给他穿件外套 就被突然出现的外婆撞见 外婆开始了嘲讽模式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 气得外婆要剪掉妹妹的长发 哥哥立即站出来保护妹妹 他梳理着妹妹的秀法 一种难以言语的感情正在滋生 这天弟弟生病了 几人照顾了几天也不见好转 而母亲也很久没出现了 他们只能制造出声响 把母亲引了过来 母亲把弟弟带去了医院 第二天回来却说弟弟病死了 妹妹怀疑母亲杀死了弟弟 为了跟那个男人双宿双飞 他大声地质问母亲 却只换来母亲的一击耳光 没想到妹妹完全不锁 狠狠回了他一巴掌 几个孩子也想明白了 这个母亲根本靠不住 他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哥哥想找机会弄点钱傍身 却无意间听见庸人的谈话 原来外公早就去世了 母亲也早已顺利继承遗产 却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出来的意思 他把听到的告诉了妹妹 妹妹给了他一个安慰的吻 他们不能再留下来了 否则会沦落到弟弟那样的下场 没想到他们的想法应验了 母亲送来的面包被老鼠偷吃 而那只老鼠被堵死了 几人立即开始商量如何逃跑 没想到正好被外婆听到 他们下意识地往格楼跑 没想到外婆十分怕黑 在黑暗中一动都不敢动 孩子们趁机逃了出去 坐上一列不知目的地的火车 其实去哪里并不重要 小格楼要好